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顽皮影像有限公司OneBeardShot的负责人简佑雪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小雪你好 嗨 小雪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其实你的一个个性应该来讲是真的很符合那种创业者的 就是对于很多事情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有自己的坚持 然后像你这个人如果在KTV唱歌的话 你完全就是那个麦克风会一直在你的手上 对 然后像你这样子的人 然后一旦创业 可是你前面的马步也蹲很久 作为一个助理做了四年多 但是一旦你想要真正出来创业的时候 你就再也不接任何助理的工作了 好那在你这样子的一个该怎么讲 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强迫症吧 你对于品质非常要求的情况之下 顽皮影像有限公司在你的带领之下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 在业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有口碑的一个状态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哇这这么突然谁知道 目前就我的认识 因为其实我一直活在我们自己的四外桃源 因为我们在三重我们是在一个小巷子里面 其实包括是我的前辈或者是我的 我的师父那一辈的 我前辈们都有来关心我都会来都会来我这边就是打交道 或者是聊聊天去去之类的 但是在我师父那一代的他们可能比较不知道我在干嘛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从业界消失了 但其实没有我活得很好 我觉得我是越来越好 是是是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因为我已经跟业界有点小脱节了 我现在以我自己 我现在的客户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开发的 是 所以基本上会跟我原本的成长环境的 包括是基础人员或者是客户群可能都是不同区的 ok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不太了解说 现在业界的人是怎么认知我们家这个企业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我有提到蛮多耳闻 包括是我今天出去的时候 可能跟一些前辈啊或者是一些同行的 但是是不认识的人做连接的时候 他们都会提到说 哎顽皮 你们家就是顽皮哦 就是大家其实 我们知名度其实蛮高的 ok 对就蛮多人会拿出来讲这件事 其实我有点 我有点压抑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会说 哎那你们 你你听完笔 可能听到什么东西 然后那他们 他们的反馈都是还蛮不错的 这样子 对那呃 其实有点出我意料啦 然后包括是我有稍微请呃 可能以前 业界里面一切比较好的 稍微去帮我打听一下我们家在呃 我们这个产业上面的名声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给的反馈都 都都出乎我意料的好 是对对对就是 哎小学他们在做东西其实越做越好 然后越做越不错 然后案子也越接越大 什么大家都在讨论这些 哎主要是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你知道 很多技术组会抢得出我们家的版 嗯哼对因为呃你自己知道我对我对品质要求吗 是我不光只是对我的作品就是我们的我们的那个产品就是我们的影片 嗯哼 不光是对这个东西的品质的要求 我对我对工班里面也蛮要求 ok 就是你做我工班可以 你可以吃明朗我没问题 因为很多工班都会吃明朗我觉得ok 但你不要吃的太难看 你不要在客户里面吃 嗯哼 对你要吃可以你遮起来吃 这是我的要求 你可以抽烟 当然ok我自己也抽烟啦 但你烟地不准乱丢 嗯哼 对 对我的工班人员出去绝对不准乱丢垃圾 他们都会自备一个丢烟地的那个烟灰袋 是是是 对对对像像我助理你现在去摸他口袋里面可能都是烟地都是我的 对因为我抽完我就我就弹掉然后就给他这样 然后我把这个风气包括是不断乱丢垃圾啊 然后不在现场大呼叫这种风气我带到我的团队上面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家的呃 工班人员会让客户蛮喜欢的 加上我们又有一些就是传统技术的要求 可能我们在现场我们的线都会走得真正清晰干干净净的 这也是师傅教下来的 ok对 因为我们的门面是好看的 嗯 阿爸说我整个就是呃呃 要求穿我们家制服嘛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受不了体臭的东西 哦哦哦 我真的受不了 我说你你知道自己会流汗 你知道自己会臭我每一件啊大家都会啊 好 那你就多带几件衣服 或是你带体降衣 你不要让我不要让我闻到体臭 我会受不了 我一直念然后我下去就会发你 嗯哼 因为我们要挤同一台车我我真的没动 是是是是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家的门面出去其实都很好看 所以很多人会抢着要出我们家的班 还有还有另外一点很大的特色是 我准时博薪水 嗯哼 对就是 哦我们这种技术人员很常遇到的状况是 你在外面接案子 而且上面还没补还给我 我可能下个月再给你 或者他款项下来的时候我再跟你接 嗯哼 很常遇到这种事情 但我都没有 我通常都是我我几号博薪水 我就是几号一定博出去 好哦 对对对 那可能会有些小失误 哎怎么没有博到你的 隔天打电话给我 我马上就会再转了 嗯对对对 那可能就是记账没记 没记清楚 但是通常不太会有啦 嗯对对对 小学是复兴美工毕业的 对对对 嗯复兴美工然后出来啊 其实当时啊就是在影像的这个上面啊 我们可能会选择进到电影的这个圈子或者是广告的这个圈子或者是说电视这个圈子我们当时的一个因缘就是进到电视嘛可是在电视你就是要做到最好然后或者是说电视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呃在你当初本来想要做创作然后想要做艺术你有很多这种主观上面你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要求 到现在你也都已经做到了对不对 嗯嗯跟我们稍微来聊聊这个部分就客户听你的 对这我先从一开始你你讲这个提到这个东西我给你提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好哦 我其实当初不是要做动态 我当初不是要做这样 嗯哼 你要做什么 我原本是应征平面摄影助理 但是就是朋友帮我介绍到这间公司之后 然后我第一天在现场我想说奇怪在拍为什么画面里面的人要走来走去还跟他讲话这样子 我才发现我在拍戏欸 我在说哇我原来是在做动态助理嘛 对所以我原本是要走平面的其实蛮好玩的 对然后就误打误撞就是因为我老板就是摄影师嘛 然后他很直升做快30年那时候30几年吧 然后就是在现场连导演都要跟他这个卑微的跟他讲 诶那个谁这个这个这个请问一下我们现在怎么拍的 然后把演员啊说每一个组别的人对他都很尊重这样子 是 然后我就当初就觉得哇哦 摄影师好帅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很帅的摄影师 然后我就一直做下去 ok 对对对其实一开始我不是要做这一行的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选择什么 要电影挂还是要广告挂还是要电视挂 我是误打误撞进到这一行 了解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回归到你刚刚问的那个就是呃我怎么样让现在客户可以信服我 是 这这这这其实呃就只一张嘴巴会讲 哈哈哈哈 就主要主轴在这上面啦 就是我会去说服他当然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的 嗯 对一开始因为我是nobal要理嘛 嗯 我们今天团队出来结案子人家找我们不外乎是觉得我们便宜或是想要换年轻的团队 然后就要一把当然我会给予其简易但我不会很强势就是呃你们你们还是以你们为主 通常都是这样子然后慢慢起来 嗯对之前有一个有一个单位的长官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他那时候呃别人引荐过去我那去他那边开会嘛 嗯然后我刚刚聊了一下他就跟我讲说他会很担心说就他跟我讲说影片怎样怎样怎样 我说基本上你们要什么我就帮你呈现怎样嗯 我说但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就是会不会有点 然后我说你会觉得没灵魂吗 他说对啊就是因为长官建议固然要听但是如果都照长官的建议走的话可能这影片会 我说不会我不会我不会那么自私啊就是我还是会给你们一些一定的建议对 然后像是呃呃呃某些东西我会建议怎么样呈现或怎么样的但还是以长官为主嘛 长官想要这样子我我一样可以这样给他 但通常要建议他的想法不会比我的建议还好但我会这样做给他 然后之后我再把影片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会这样建议那通常都会找我的方式走 ok对对对对对那久而久之呃可能影片出的质量越来越好或是跨打理越来越好或是磨合团队磨合起来配合越来越好 跟客户之间的磨合也是之后就会开始大家会比较认同我们团队在做的任何事情 就是我们给予的建议他们都会尊重我们的专业这样 但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子 好哦就是其实你这个人也是很能够蹲马步的 所以包括你的这个呃我们的one beer shot的银灯也是在你蹲了两年之后才正式去做这个银灯的动作吧对对一年半左右 ok那你做了银灯之后其实呃去带你这个团队让你自己也看见自己呃本来对很多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把关嘛嗯 品质在自己的手上嘛也是因为你是业务你最懂得客户的心理嘛他到底要什么所以一定要经过你这个 可是慢慢慢慢的你还是希望说自己有更大的成长自己的影响力发挥在更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现在慢慢学着放对对对对对这个部分可以稍微跟我们讲吧 现在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有制度的情况之下让你敢放 嗯 嗯这样说我前前两年的时候我很累我真的是不要说我累啊我伙伴们其实也累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做的事情太多了就是要跟他们比起来他们是很多我是非常多 就是呃我可能一天在家不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我可能睡觉也睡不到两个小时吧每天 就是这样子维持了两年多ok那呃呃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说什么你不要都自己做什么我感觉都废话真的是废话 没办法参考啦真的就是这些东西你不把它系统整整整顿起来或者是你不把它优化 你不把它变成他一个正确的SOP你放给人家做他只会乱他只会烂ok 真的我曾经有教他们做过啊这脚本你帮我出呃这脚本这这分镜表脚本脚本概念我讨论出来了 然后大概方向出来了分镜表给你们做对我给我其中一个伙伴做哪个分镜表我能看到快头痛你知道吗 就是有大有小啊歪七扭八什么的他做了做了两天我花了一天把它修正到完整格式上 好哦好那另外一个出一本企划书 出一份脚本啦出一个提案脚本对然后另外一个给他打打超快的半个小时就打完了 半个小时打完那你知道我修了多久吗我也修了半个小时好 那个标点符号一个给我扮行一个给我全行然后有自由大有小ok 对那你这东西你要给客户看的呢不可能对啊那这东西你可以教他们做啊 当然可以教他们做啊那他就会变这样子那你说你要教育他们啊 嗯哼嗯哼这东西一时班载教育的过来嘛那当你当下很忙的时候你有办法就是呃 你还要花时间跟他花同样的时间那你不如就是拉过来自己做 那等到我的工本够多了或是我的系统够完善的时候我就把这东西都给 给我做到这个样子嗯 给我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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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跟他们一样 这样不是更好吗嗯哼对所以我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在建立这个系统上面 ok对但是建立系统不是单纯建立起来嗯 因为我们就刚刚我刚提到的我会一直去做反馈一直去说修整修整修整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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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才会变成是我想要的样子嗯包括是我现在还有很多东西也是不停的优化嗯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过程其实花了满多时间就是那两年那两年真的是狗干的不能讲 就那两年真的是那两年真的是很累啦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ok对啊 就不是说我不放给别人做是真的不太好ok还是建议还是建议说前期都是呃不要说以企业主为准为准啦以一个就是呃这个这个人是靠谱的那个人为真 嗯对对对对对ok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现在的呃再回头看然后或者是呃往这个未来展望 你对于呃顽皮影像有限公司的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吗嗯再讲一次吗就是呃你对One Beer Shark的短中长期计划哦对公司的短中长期哦就是短期 短期短期会希望就是我的伙伴另外两个伙伴跟我一样就是不需要再去做最一线的事情ok可以退居到幕后就是当个主管的概念出张主的概念啊好对因为他们也累很久了说实话就是我们一起一起这个这个这个公司也一起三年了就是我现在已经跳脱出来是只有我能跳脱出来我其实有点蛮不舍这件事情的 啊对我当然也会希望他们可以在后面出一张嘴囊去让下面的人做这样子ok但是因为我目前能力还没有办法啊好对我会希望是在两年内达成这个目标这是我短期计划ok对对对嗯然后中期的部分就是呃我刚呃我我我中期的计划就是我有组建一个power team就是跟其他产业别的像是有可能大途输出啊或者是呃活动整合或平面摄影之类的几个厂商ok 我们一起整合变成一个power team嗯对那呃呃品牌行销的power team很辛苦的一个地方是呃我们忙起来的时候会特别忙所以很难找联络到彼此啊对那我是之中的创立者嘛就是我是创立这个团队的人所以我必须去把关好这个东西然后一直强迫我们的团队推金一直往要要往前啦而不是而不是哎这个东西可能呃隔着之后过了两个月我们又重新再弄不是这样所以我每天几乎每两天 我就会去盯一下进度或者是我强迫他们每个周每一周都要开一次周会嗯对这是我我极力在推的就是我们每周一定要上千一次就是我们线上可以嗯对但我们一个月一定要一次实体嗯然后每周都要开一次会嗯对然后我们目前run到现在两个月我们都有确实确实的执行这个东西ok对然后再来就是要想办法去呃 让我们去真的整合起来嗯对我的中期目标是这件事我给我记得目标是今年要完成嗯哼对然后整整顿完之后我明年要开始运作好哦对我抓的是明年的Q1嗯哼对我开始运作是明年Q1我要开始运作这个团队ok对对这是我中期的目标嗯对然后长期的部分就是呃我会希望就是我在我公司在第五年的时候我可以不用这么长时间在呃 定品质这件事情当然我还是会做好这件事啊就是但是呃我另外一个伙伴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前期的目标把他们两个拉起来之后他们就可以去帮我兼顾品质这个东西是是是是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可以去做呃他向投资是对那我做其他像投资我主要目的我是希望把我的资源再整合回我这个根上面了解让我这个东西再往其他方向发展或是做更大的ok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这是我长期目标只是这个没有那么容易执行啊 应该要我记预估是十年一个标准吧嗯做到好的话ok那真的开始做我会是想要在第五年的时候开始执行嗯目前看下还是有机会嗯对对对对你自己呃就是对于影响力这件事情好像从小就是看到自己在人群当中很有一个带动然后能够去影响别人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呃好像有人跟你去讲就是说 呃周杰伦的那个名言对不对就是做到最好嗯嗯的这个部分所以呃要带动你们的这个团队就是呃跟着这个时代进步包括AI的这个部分你完全没有被他们吓到对不对被这个AI对啊是善用他的呃呃呃这个其实要归功于我伙伴们呃他们自己会去让自己进步我觉得是我伙伴很棒的一个地方对 对因为就像我讲我平常很多事情要忙而且我都在东奔基堡到处开会啊要不然就到处应酬啊嗯或者到处露联的商会干嘛的是对那我有时候我其实蛮欣慰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很可爱就我回来的时候会看到他们两个坐在电脑前面在研究东西哦对我们后製本来就会做这件事情他就会去上很看很多AI课程啊就是不是就是线上课程啊或者是YouTube啊什么因为你学后製其实大多都是要一直去有一些新的新的城市或者是呃 新的项目出来的时候你都要去看国外教学ok对然后他就会他平常都会在做这件事情然后AI出来的时候他也是自己在研究ok对包括是什么呃AI生成嘛ChapGPT啊或者是什么Canva之类的就跟你讲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解合也做了很多方面的尝试包括是跟前置做结合不单纯只是在后置上面哦嗯对我们有跟影像一起做结合过了嗯然后然后还有包含是呃甚至联务我们的分镜表嗯 连我们的脚本文案我们都可以用AI来生成好哦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们一个很棒的地方那通常我是不碰这个啊我只会讲嗯嗯嗯对因为我自己有在做简报嘛所以我会把你也很会给指令对对我就把他们这些内容可能放在我的简报上面像我们今年的新年贺卡嗯嗯蛮特别也是我们用AI生成的是对对对对对对他那个其实是一个过程啦对啊我们原本生成的时候他是呃完全不是我们品牌风格哈哈哈对然后后来就修正指令嘛 然后就变成是哎风格有有接近了嗯哼对但是他漆的色不对然后我们又重新输入色嘛然后再加一点元素进来好哦但是因为我们就要玩皮嘛所以生成出来可能太多啤酒的元素我说把啤酒去掉流气泡就好对然后最后再把呃相机换成摄影机然后再用Photoshop大概修一些呃里面的内容这样子嗯嗯嗯加一点图示进去然后做成了我们的新年贺卡这样子嗯嗯嗯其实我们一直在做一些不同的尝试创新这样子是对我们 就是在呃呃啊Photo to Photo 2的部分嘛 我们有Video to Vido的东西哎无休箱对我们有在可能拍摄一个构图然后我们用呃AI生成成成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世界的一个画画面上面对对对对就可能我去台南拍个盐田的构图LONG SHOT这样子那我用AI把他的生成成在月球上哦哦哦哦服哦对对对对对我们有在玩一个然后这些东西其实他不 不單單只是可以放在MV上面 因為這東西是很突兀的嘛 對不對 大多都是大多的人都是拿來放在MV上面 不一定喔 你可以放在企業上面啊 因為AI的好處是他可以去很 客製化在你自己的企業上 對 所以我可以一直去修正他 把指令修正一直修正修正到我想要他呈現的樣子 對 那他一定會跟你的東西更貼 更貼氣啊 只是要花時間而已 對對對 這是AI的一個好處啦 然後再來就是 他不用版權啊 對啊 我們這個層次我們都是有付款付費的啊 對啊 所以做出來的東西都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他不會有版權餘利啊 ok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擁抱科技啊 我覺得 然後我們就一直不斷在 嘗試新的東西 這是年輕團隊的好處 對啊 那我覺得在這個上面他們兩個比我更像年輕人 因為他們會自己去研究 對 然後反倒是我在後面 喔 雖然可以這樣子喔 喔 哇 欸 拿這個給我拿來當職業喔 對對對 他們現在在這個技術上面啊還是技術還是重要的嘛 對不對 那你的話你花很多的時間就是你剛剛說要露臉或什麼的 可是在這個啊 你也是會有你自己想要 剛剛說的 影響力對你而言你是不會忽略掉的這個部分 所以可能你都會有想說 欸 你要考慮去上EMBA的課程 可是你最後你選擇先做商會的這個部分 他的重要性在什麼地方 他比較 快可以看到成效 OK 商會對我來說啦 對 而且 其實我在商會進入之前 我也是做了蠻多準備的 我其實 我去年6月才加入 但是我在前年的6月我就在想加入 OK 對 但是我找了一些 有在商會裡面的朋友 稍微聊了一下 然後才發現 欸 這東西 可能 我現在進去不太好 對 因為我想要讓我自己更完善一點 我想要讓我自己進到這個 裡面的時候 讓人家覺得說 欸 因為 我是他們需要的廠商 我是一個很厲害廠商 OK 而不是我是信來找機會的廠商 是是是 對 所以我花了蠻多時間在做準備 哇 對 包括是我的 我其實 我們 呃 我以BNA來講好了 嗯哼 我大概他有一個紅綠燈系統 就是紅燈綠燈 黃燈系統 然後最好就是綠燈 是 大概一個月我就上綠燈了 對 因為 我東西我很快就可以交出來 包括是我的 簡報啊 然後我的表格啊 或是我的資料啊 或者是我的一些有的不的 然後 我進去之後我就是瘋狂的在做好 他們該做的所有事情 包括是他們的KPI啊 什麼要來賓啊 引劍啊 什麼東西的 我去年只去 6月進去嘛 我只去半年 我就是整年度的來賓王 是 我今年 現在才幾月 3月而已 我跟第2名的差距 已經不知道差多遠了 嗯哼 我現在已經總分喔 我們分會的總分 我已經在第2名 嗯哼 我才加入半年 嗯哼 就是我我我會喜歡就是我剛剛跟 我一直在跟你提到一件事情 我要做就做到最好 OKOK 對所以我在 呃 進去之前我花了蠻多時間的做 準備 那EMBA也是 我覺得我自己現在進去的話 我還太小 我還不夠格 對我不想要我呈現的 樣貌是這個樣子 讓裡面的人認識 讓裡面的人認識 對對對對 對對 對對 好多 很高耶 對 但是你始終都是一個很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 嗯可以這麼說啦 是齁 因為我會一直去思考說我下一步要 我不太喜歡停停停停停停在一個階段太久 嗯哼 對就是像我為什麼會去上課也是 那時候其實我剛好遇到一個小瓶頸 就是 我找不到目標 然後我就想不然我給我自己一個 給我自己一個壓力好 就是我可能一個月給自己 要求自己看兩本書 因為我之前看書我都只看小說 我回去看一些什麼有深度的東西 我都會給我記者目標 一個月看兩本書 對 但後來剛好有人跟我提到這個課程的東西 我說 那不如去看 去試試看 就去增進自己看看 然後發現效果其實蠻顯著的 對啊 就是後來就有 透過這個課程去解釋了其他的 包括是我下一期要報的能量學也是 對對對 再去更 拓展能增進自己的方向 是 就我不會一直停滯在一個階段太久 所以我對我其實蠻要求的 對 而且你下一個階段有一些東西如果該捨的話你是毫不猶豫 對啊 直接拋棄啊 但是影像的這個部分對你來說你剛剛形容那是你的根 對但其實我也拋棄了我的根 怎麼說 因為我跳出來做業務 我已經不是技術人員了 了解了解 我的初衷 你記得嗎 就是我想要做創作 我想當然做 我當初在糾結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我想了很久 因為我的本 我還是想拍的東西 我還是想做影術 因為我覺得 我今天拍出來的東西好看的時候我會被稱讚 我很有成就 好爽 對 但是我原本 就像我那時候提到 我就想做一個很帥的攝影師 這是我的目標 對 但我後來在 捨棄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蠻難過的 OK 蠻不捨的啦 尤其是在後來可能 偶爾在摸到機器的時候我發現我已經不會構圖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的內心是 有點 沒辦法接受 OK 這是我喜歡做的東西 但我現在卻做不好 對 這東西你就得心態轉換 因為你的 公司要做大 你勢必得有 有舍有得 OK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我們可以邀請到 頑皮影像有限公司 One Beard Shot 的負責人 簡佑學小學 來跟我們講 看他 猜他年紀 他不到30歲 對 然後 剛剛說就是 也沒有想說要進到這一行 但是就是有這個緣分進去之後 站穩腳步 然後 現在就是能夠把我們的這個影像有限公司在業界 有他的口碑 然後大家都是很想要來跟你配合 到 我們以後會把公司再帶到一個什麼樣的境地 然後可以發揮什麼樣的影響力 真的是我們拭目以待 希望你的Power Team可以在你的領導之下 真的又有一番的成績 謝謝你今天接受我們的專訪 感恩感恩感恩 謝謝 沒有講到那個 那個 你要講你要補充什麼 就是磨合啊 我覺得蠻好玩的 來那你跟我們分享磨合這個部分 就我們 三個人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個性 我們個性完全落差很大 像我你心裡已經夠清楚嗎 我就永遠都在框架外在那邊飛來飛去那種 然後中間有一個就是 就是我們的 前置技術人員 他比較偏向是會把我拉回來的 但他的個性就是他不粗狂 他永遠都不敢粗狂 他會被侷限在框架內 對他的個性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最內層的 對他就是一個 能不做事就不做事 你不要這樣講人家好不好 他應該不是這樣講 他應該就是一個 膽小怕事的人 也沒有比較好 他跟我在一起 他跟我在一起我們的思想 我們是很極端的 我個人覺得這樣子才對 他可能就 不要啦 這樣子好了 對 他會把我背人撕回來 然後中間那個人在做分析 OKOK 我們三個個性完全不一樣 然後 所以我們在創業初期的時候 哇我們吵翻天 我們喜歡的東西都不一樣 我們三個個性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嗎 我們吵翻 什麼都可以吵 那時候摔東西啊 大吵啊吼啊 吼到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寄宿在 一間公司的 小隔間裡面 小小一間 大概這麼大間 三個人擠在那一間 然後兩台電腦 然後器材這樣子 對然後 那時候大家都 公司也下班啦 然後只留下 只有門口的警衛 那是公司在一樓 我們吵到那種警衛隔天 你們昨天公司裡面怎麼 裡面在吵架 吵得很大聲那種 基本上就是兩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啦 對啊 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哇 好痛苦 但我們三個有一個 蠻 好的地方是 我們的 目標都是一致 我們有聘好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有共同的目標 對我們可以吵架 我們有事 我們就直接講 我們不會去care說 我們要顧慮你的面子什麼的 我們就直接講出來 對 然後 講出來一定有情緒 一定會生氣 對不對 但我們就有聘好 就是 當今天兩個人的糾紛 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第三個人一定要介入 他一定要跳進來 那如果第三個人不在的話 那兩個人不能吵 對 要嘛就是把他叫過來 我們三 我們當著他在面前吵 要嘛就是我們兩個先不吵 等他來再吵 對我們有聘好這件事情 好 然後當第三方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讓第三方來分析 然後我們兩個繼續吵 對 然後吵完之後 那第三方來做決定 誰是對的 那他說那個人是對的話 另外一個人就不真講話 好喔 對因為我們三票啊 我們因為都是2比1嘛 對所以我們 我們永遠都是多數決啦 我們 心裡一定有很幹嘛 為什麼他是對的 但是 沒有辦法 我們就兩個人偷嘛 OKOK 對那另外一個人 就絕對不真講話 這是我們聘好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 還蠻 我們三個還蠻不錯的地方 點在這裡 就是我們到目前為止三年了喔 我昨天還在跟我夥伴吵架啊 那我們還是遵照這個 這個原則在run 就是我們沒有 沒有變過 對我們為什麼可以有 這麼有向心理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 很大原因就是 我們 第一共同目標嘛 我們都是為公司好 是 然後第二 我們real 我們不說假話 我們該說就說 對 第三是 我們尊重規則 他們今天兩個很可惜沒有過來 如果過來的話 哇這個攝影棚 就基本上 沒有他們不太講話 對 對外都是 為什麼我對外 就是因為 我會去 我很會講 對 他們兩個是 不太講話 有的創業者很強 他們都是屬於內向型的 真的 講到他們有興趣的東西 他們還是可以 講不完 是不是 講不完 下次如果有機會 把他們請過來 再次很感謝 謝謝小學接受我們的專訪 然後 在最後把他們兩個拉進來 讓 我們所有的人看到這個影片的人都知道說 完品影像有限公司真的是在你們三個人當中 不會因為你比較會講話 然後比較感覺上很有影響力 就 忽略掉他們兩個 你自己本身是非常尊重他們兩個的 吵架歸吵架 我再寄那個圖檔給你 幫我批在旁邊 好喔 你就進行後製吧 你一定可以的 再次謝謝你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 好